动物园 小朋友,你自己动手出过汤圆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把汤圆变成了什么了 哇,妈妈,你怎么买那么多白色还有红色的黏土 看起来好好玩哦 那不是黏土,那是做汤圆的材料啦 嗯,婷婷说对了 这的确是做汤圆的材料 做汤圆的材料 是啊,马上你就会知道了 来,你看,这就是汤圆 做成一颗颗圆滚滚的珠子,这是汤圆哦 对啊,煮熟以后就变成好吃的汤圆咯 嗯,吃汤圆是元宵节重要的习俗之一 圆圆软软的汤圆是希望家家都能够团圆无缺 哦,原来如此 那我们可不可以利用这些做汤圆的材料 是做成一些其他形状的汤圆咯 嗯,当然可以啦 你想做成什么 你看,我做成了一只耳朵尖尖的小兔子 我做了一只外甘甜的黄牛 哈哈,乐乐,你猜猜看妈妈做的是什么 嗯,这是一只肚子圆圆的动物 啊,是一只小猪 哈哈,乐乐好聪明,一下就猜中了 那是因为妈妈做得很像啊 你们看,我这只小狗做得怎么样啊 哇,做得好像哦 哎,不过我们的汤圆大餐变成了动物园了 啊,对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声字 词语 耕田 耕种田地的一切活动之通称 肚子 动物的味噪 动物园 饲养各种动物工人观赏、研究或教育用的场所 耳朵 汤圆 汤圆 都知道了,家家户户都在吃汤圆 耳朵 它有一对很大的耳朵 成语 空心汤圆 没有线的汤圆 比喻徒有虚名而无实在的利益 动物园游戏 小朋友,你听过猕猴爷爷林炳修先生的故事吗?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哇,你们看那只猴子好贪心哦 对啊,它很快就把嘴巴塞满,然后再跑到旁边,慢慢的吱吞吞下去 它们不是贪心,那是台湾猕猴尽食的习性 台湾猕猴? 嗯,聪明鸡丁的台湾猕猴是台湾森林中的土著 它们是台湾除了人以外唯一的灵长类 它的自然族群也只分布在台湾,为台湾特有种 既然是台湾森林中的土著 那么台湾猕猴应该是广泛分布于各个山区中咯 台湾的中央山脉,以及东部海岸山脉 自平地到海拔三千公尺以上,都可以见到它们的东西 也因为分布的广,且猕猴喜欢吃蔬果 生活上自然成了农民的敌人 你们听说过猕猴爷爷林炳修先生的故事吗? 猕猴爷爷林炳修先生,没听过 我也没有听过有名有姓的猕猴 你们误会了,林炳修先生是因为每天拿香蕉 也被捕手气夹断手的台湾猕猴吃 后来跑来吃香蕉的台湾猕猴越来越多 孙子里的大人和小孩看见它,都称呼它猕猴爷爷 哦,原来如此 可是猴子看起来很调皮,它们不会经常惹祸吗? 当然会了,所以它不仅喂养猴子 还教会它们守规矩排队来领食物呢 原来猴子也跟人一样,需要透过学习才会守规矩啊 对啊,好好玩哦 生字 生字 词语 痊愈 痊愈 治愈好疾病 自嘲 自我解嘲 偷走 偷走 不经过别人的同意而取走东西 造句 淋漓 最初戏把人性贪婪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顿入 自从发生那件事情之后,它便顿入空门,不过问任何俗事 自从发生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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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你去过清静农场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形容清静农场的吧 下个星期一 老师要我们轮流上台 做自己最难忘的旅游经验 我想说,上个月到清静农场去玩的事 你们可以帮我想想看,要出现什么比较好吗? 嗯,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小木屋的阳台上 耳边沉连嘀嘀嘀的朝明山 天上的星星还对着我们眨眼睛呢 对啊,群山都睡着了 夜晚的农场一片沉静,真是迷人呐 我比较有印象的是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到两旁环绕着高大柳山的步道区散步 凉风迎面吹来 我们就沐浴在大自然的芬多金中 嗯,说的也是 连连的山盘,很绿绿的茶园 真是令人难忘耶 对啊,我还记得啊 我们再往前走 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的草原 我们还在那里,看到可爱的牛 还有绵羊在草地上嬉戏呢 哈哈,绵羊看见我们就 嘮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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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嘮嘸 不停地跟我们打招呼呢 嗯,那些可爱的绵羊 我真的一辈子也忘不了耶 被你们这么一说 我还真是怨念青筋农场之旅呢 我也是 下次啊,爸爸要我们投票表决 去哪里玩的时候 我们都投青筋农场一票 好不好 那当然好咯 耶 生字 隐藏 森林里隐藏了许多可爱的小动物 魔术 我最喜欢看魔术表演 成语 室外桃源 风景优美而人际罕至的地方